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好 近日查看不到佛山原始点 网页也找不到相关信息 七 我是哈萨克斯坦原始点疗法推广中心的负责人 想去台湾基金会学习 可否发邀请函 办签证 请老师答疑 我们一条一条来答复 第一条 有人想加入台北志工学习原始点 他问要什么条件才能加入 这一点以前台北基金会在收志工好像很宽松 然后就要求几项 大家签个约 就是你能遵守 然后再开几堂课就让他进来 那我发现时间一久发现很多志工水准都参之不齐 所以我也开始整顿基金会志工 那我也跟台北志工 就是说以后有人要加入 需要有什么条件 第一个 他第一个一定要经过我面试 也就是我一定要跟他对谈 那我会问他为什么会来基金会发心怎么样 那这些都问完了 发现他发心也蛮纯正 而且又愿意付出帮助人 那这个只是第一关 那如果我认可而可以进来的话 那我还要观察 我可能会不会立刻教他们收法 我可能会教他们做福田 比如基金会一些打扫打理的 那这些工作一定要去做 清洁工作啦 甚至挂帮患者啦 就是填资料 类似这样 那这样我再观察个半年到一年 发现这个人品不错 确实是真的发心纯正 那我才会在这样的情况下 然后去教他原始点收法 所以现在很多人 跑来基金会想学收法 不管你以前是不是当过志工 因为现在台北的志工 我已经整顿一段时间了 那现在留下来的人不多了 那我也跟台北的志工讲 将来你要出去很容易 你随时跟我讲一下 因也不记住了 大家好去好散 可以离开 随时都可以离开 但你要再回来就很难 为什么你之前会离开 现在又要回来 我也会问 那问完我也会观察 因为以前我在台北基金会 待的时间比较少 大部分时间都在写书 那这一段时间 前一段时间 就一直在基金会培训他们 所以我要求他们 以后有人到基金会来要学收法 对不起不教 直接上网看 那我们原始点基金会 什么情况下 会教外来进入的 第一个家属 就是患者的家属 他进来因为基于患者很危急 或是他有一些手法必须学 那让患者不要远程奔波 这种情况下 我会叫志工 教他们家属 让他们也学习原始点的手法 在这种情况下才会 那现在基金会已经 老实讲 好久没有在收新的志工了 而且我未来因为在严格把关下 真正以后能进来的 我想应该不多 但如果你是真诚想学 而又愿意发心帮助别人 那时间又够 你可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找个时间跟基金会投你的意见 就是申请书 那基金会会传到我这里 那如果我觉得写的还蛮恳切 而且也真心想学帮助人 那我才会约时间来面谈 好 我就回答到这里 那现在台湾的志工 目前台北我是正在整顿 那未来还有台中一处 那志工我感觉 当然很多都是好 但也有一些早期 就是条件太宽 好像任何人都可以进来 那未来这些 我都会进一步再整顿 所以如果有心要学的 将来要进入基金会 不管是台北或台中也好 我想我都会给 这样明确的答案 一定要我亲自审核 那我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心 要帮助人 这个很重要 显然很重要 那你们要学 我也认为 要找对的地方学 也是蛮重要 那如果阴言不计足 也不一定要进入台北志工 因为现在网站我都把我的资料 全部尽可能的 详细的完整的都放到网站去了 我建议 先从网站学吧 那学了真的很有兴趣 也真的想帮人 再来考虑是不是申请加入基金会志工 第一点我就回答到这里 那第二点 就是很多人打着招牌 所以是原始点 你们很难分清真假 哪里是正规 这个要看到底真假很容易 第一个收费 有收费的就一定是假的 原始点我一开始就是说做公益 公益是不收费 那也就是你 如果看到这一个已经商业化 或是他打着公益 但实际上已经在商业化 那原始点目前还没有走到什么 要商业化 就是原始点强调是自救 所以教大家 大家健康自主前 大家自己去照顾 所以如果他开的大量在收取患者 然后就是把它进一步商业化 那可能都已经慢慢 跟原始点也不大一样 何况如果是收费 那有一些打着好像像是公益 但也慢慢商业化 大家立之所趋 那这个原始点 我认为也不是我真心想要的 也就是原始点如果这样说吧 我上个礼拜也有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原始点它我给大家的资料 或是在借用这个平台 跟大家来讲原始点 包括应用还有理论 那这些都讲得很清楚 也就是如果读者能够认真学习 你就不用打听到哪里去学原始点 我认为好好学 这样就可以学到 那至于我刚刚讲的真假 就看有没有公益 这是第一个辨别 第二 他是不是有大规模的商业化 就是只是一个经营 比如包括培训人 然后培训完了就出去经营 那个原始点的店 也有很多人是这样 那教人家 他培训说不定还收费 这样的也很多 那出去的一点 一个店一点的开 那之前打着原始点 现在他们虽然不敢打原始点 但很多还是用着原始点的方法 那这个一看就能够看出真跟假 所以我也给大家最基本的分法 是不是公益 是不是有商业化 是不是在培训一些人 然后再开点 然后设点 然后再来收取患者 然后收取费用 这些大家这样认真一看 就可以看出真假来 好 我就说明到这里 下一个 那海南岛有没有原始点培训班 我告诉各位 大陆目前为止 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去 所以这些培训班都不是我认可 即便有也不是我认可 那你说哪里有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建议真的想学原始点 还是我说的 上网看我们的网站 然后我会就 这些手法的问题跟大家聊 也就是你们真的想学 你们也可以借助像今天的 这样有志工发问的 你们按推拍个影片来 你们真的很认真学 他也拍出来 到底这样按法对或错 我们有时候还是会回答你的 那这样学反而更正规 那很多人在培训 其实他手法也未必合格 竟然不合格你又跟他学 学出就是一代不如一代 所以我建议 如果真的要学原始点 还是我刚刚说的 能够就是认真看影片 上网看 然后有什么不懂 你在按推的过程中 有什么不懂 可以拍出影片来 然后再来发问 我相信我们有时间 一定会帮各位回答 那至于第四点也是一样 湖南有没有 现在之前还有一些公益点 现在也都没有 那我想之前的公益点 是不是就能够说 代表原始点基金会的核心价值呢 跟我们的理念都一致呢 这个我是存疑 因为很多人刚开始做原始点 是也许发心都是很好的 也想做公益 那经过时间 还有外界的优惑 说不定一段时间也变质了 那我人在台湾我也没有力量去管那些 那所以我对一些 就是在大陆的原始点目前我是 不认可哪一个就是原始点基金会认可的公益点 我现在也不认可 现在也不敢推荐 我认为如果原始点将来的发展 我认为应该 就是大家如果真的有问题 上网看 如果真的还是没办法解决你的问题 你拍影片 自己拍你是怎么样 把自己的身体状况详述说明 那我们可以藉由像现在这种平台 直接回答各位 那你们受益别人看了也知道怎么做 我认为这样反而能达到原始点 一开始就涉猎了 人民也就是民众的健康自主权 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中 不要借助别人 我常常跟患者讲 我说你把自己身体搞得那么糟 那你有种就把它自己搞起来啊 他不是没有走 他是没有方法 好那你没有方法可以 你真的有这种担当 你想把自己身体搞好 不要再借助别人 那我们可以告诉你 用什么方法 然后就可以达到健康 这样反而好 所以我们一般不会再推荐 说大陆哪个原始点 那至于以前的公益 我们也已经都慢慢划清界限 所以应该不会再 这类似的问题 以后不会再有任何的推荐 那如果真的病情很危急 你们可以把你们的情况 寄到基金会来 那我们会试情况 是不是要在视频中 就像我们讲课 那直接就回答你们 这是第四点的说明 那第五点 请问大陆有基金会 任何的原始点推荐站吗 这个刚刚我已经回答 目前基金会 不认可大陆的 任何一个推荐站 那所以很对不起 不能我们也 不会推荐给你们 那如果有问题 直接问基金会 那基金会能回答的 因为如果真的为数众多 我们会看 比较危急的 或是有紧急必要 那我们是不是借助这个网站 来跟你们联络 那如果没有那么紧急 就上课的时候 就直接回答你们 让你们得到你们想要的方法 那原始点它是一个推广 本来就不设定要成立什么大的组织 什么都不需要 原始点它只是要把方法推荐给你们 让你们自己去自救 这个精神很重要 你们看我们书本上就有讲 原始点它不是医疗单位 所以不会去帮你们想治病啊 种种 但是会教你们方法 那至于你们要去原始点推广站 我相信应该是身体有什么不是 所以我想可以先看我们的影片吧 那目前基金会在大陆 不再推荐任何一个推广站 那有问题我们会尽量 在网站上回答各位 第五点我就补充说明到这里 至于佛山 我刚刚也已经讲 现在不管佛山以前是不是公益点 目前以基金会的态度 已经渐行渐延 简单的讲 佛山它在大陆 我也管不到他们 他们所作所为 也不需要跟我负责 所以 他们的网站为什么消失 看不到我不知道 但是佛山以后我应该也不会推荐任何人 我刚刚讲的也不是只有佛山 任何的以前的什么公益点 我目前都持保留一个状况 也就是那些都已经跟基金会也慢慢做切割了 所以基金会也想不会再推荐 也不会去了解他们是怎么经营 所以佛山他们有他们的经营方式 但他们佛山又称原始点 是不是正宗的原始点 我也不知道 他们的做法跟我们基金会的做法 我实在很难管理到他们 他们很多的做法 也许也跟基金会不大一样 那至于他们的经营方式怎么样 我也不想再去了解 所以这些讯息我不清楚 那佛山也不是代表基金会 这一点也请大家能够理解 那原始点也不会去个别去了解 佛山有什么原始点 他们的经营状况或什么信息 或甚至其他武汉有没有 湖南有没有 原始点不会去管那些 好 这个第六点我就说明到这里 那第七点 哈萨克有人推广中心负责人 想到台北 台湾台北基金会 学习 那是不是可以发邀请函办签证呢 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我也不认识你 那你千里迢迢要来台湾学 精神是可佳的 但是说实在 如果真想学 那在网站就可以了 我现在已经说明了 你们可以把原始点的理论 都从头看一遍啊 然后学手法也是啊 我们的手法都有拍出来啊 那就不需要千里迢迢跑到台湾来啊 而且还要办签证多麻烦啊 浪费精力 时间跟金钱不必要 所以如果你们真想学就上网看吧 那如果有什么疑惑也就是在学习过程中有什么困难 你们可以拍影片 那如果你们是真心为民众服务的也是公营 那我们会视情况是不是进一步来跟你们联系 甚至把你们的问题 甚至在借由这个平台交给你们 这个都可行的 所以不是一定人要来到台湾 才可以学到原始点方法 也不必的 所以我想以后类似有这样 要千里迢迢到基金卫学 我看就不必了 真的还是以平台 这个平台的教学为主 好 那我这个第七个问题也回答到这里